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ACI教育直通車欄目 在招生觀的心裡 到底有沒有一套可以被量化的錄取公式呢 到底哪些是加分項 哪些是減分項呢 今天我們來聽聽ACI南加州學院的創始人 郭主任 Andrew Gord的詳細的分析 郭主任 你好 對 主持人許聰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郭主任 在招生觀的心裡面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套公式呢 其實在申請大學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種Lister Review 就是一個多複雜的 是全面性的 很包括性的這種審核 它不是像我們在亞洲習慣的 就是一四定中生 就是一個考試考下來 就拿到成績來分發大學 選科技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人也很聰明 他如果有這麼多東西 招生觀又不是機器 他也不是機器人 所以他自己有個人的情緒 感覺都會放進去 美國大學又擔心這些招生觀 有個人太多的preference 就是他自己喜好 或他厭惡某些的學生背景的時候 他就必須制定一個規範出來 讓這個四千多個大學裡面的招生觀 當然我們講最主要的還是好的大學 他們都可以慢慢的換凝聚成一種 錄取學生的一個大致上叫做公式 但是這個公式並不是由college board 或者大學招生委員會 自己強制執行的 這是根據這些被錄取的學生 他具備這些條件 經過一個統計學的概念 慢慢去研究出來就是原來你具備這些條件 你被錄取的機會就增大 慢慢就出現了這種招生的時候 他有一個被錄取的公式 今天我們就是來談談這個公式的內容 好 主持人 那郭卓人這個公式到底是有哪些因素構成的呢 能為大家介紹一下嗎 對 其實很多家長他很想知道 但是我就是把這些資料給了他看 他一直看得到字面上的意義 他也看不明白 因為這上面字面上解釋 他有13個 criteria 13個要件 前面六個是都跟學業成績有關的 後面第七到第十二 後面六個又是跟你的人格特質 課外活動 社區服務 領導力 或者推薦信 自賺這些東西又有關的 再加上最後一項第13項裡面叫超級錄取 這個就回到英文上legacy admission 就等於是說他在收這個學生的時候 學生是家財萬貫 就像是在清朝的胡雪岩這樣子是超級國內第一巨富 那他的孩子要來讀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收不收收啊 或者你是Elon Musk 你是這個Jeff Bezos Amazon老闆的孩子要來讀大學收不收收 因為大學也知道我收了你以後 你可能捐款就接著進來了 或者你的家庭裡面是一個政治領袖 宗教領袖或在某一個領域裡面有特殊的 這個是比較例外的這應該不是算在公式裡面的哈 這等於是講說只是解釋說大學有些會破格 錄取一些名人家庭的這個孩子哈 那我們回來講這第一到第12項裡面 學術的這個指標呢 對於申請大學來講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我們講說這個學生的底氣 他的硬實力啊 他的這個基本功一定要有 為什麼 這些加加減減的分數呢 啊有些你看了會非常不以為然 我們先講出一個主義背景 如果你今天申請大學的時候 你是一個minorities 意思就是拉丁裔啊 非洲裔啊啊 或美國印第安人 你就加三分 如果是你是女孩子啊 女生申請理工 理工科 就理學院或工學院 你又加三分 那如果你是個亞裔學生 又在美國出生長大呢 你還被扣三分 這個扣的實在沒有道理 那憑什麼扣 他也說不出來 他就只要你是亞裔的學生 你就被扣三分 但是如果你是 foreign studen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國外來的學生呢 他又給你加五分 你聽了都是一頭雾水 這個實在跟念書學習 或表現完全沒有關係 就等於是說你生下來的膚色啊 你是性別啊 還有說你要申請的這個科系啊 或者你是海外來的 你就有加加減減分數 那同樣一個學生 對比另外一個學生 這個分數相差差多少啊 又是女生又申請工學院 三分三分加六分 他又是外國來的 就再加五分加了十一分 結果跟一個亞洲的男生 亞裔的男生在美國申請 又被扣三分 他們倆一進一出差了十四分 十四分是一個很大的差別啊 我們講SAT是最重要的一個分數指標 還有你的AP課課程難度 因為在時候你的推薦性課 學校的好壞 課這個學校的ranking 這些排名啊 他只加分兩分三分四分而已 連五分都很少 就差個兩分三分 每樣東西是差一點點 但是有差這個分數差別很大的 一個就是你SAT分數 他的SAT分數怎麼計算啊 家長聽好了 但是有點複雜 他已經把你SAT考的總分 除以63 這個分數要記住 除以63 16除以63大概就25點 大概25.3左右 得到25分 25.3分的分數 如果說你是拿這1200分的話 除以63 你得到分數就19 就等於是一個25跟19 就差6.3分 光是一個SAT考一個1200 也不算差 還算過得去 跟一個1600 這裡面就差了6分多的 這個計算分數 那更大的這個差異呢 是在於你的這課程的難度 就以我們ACI南加州學院來講 我們為什麼非常重視學生的選課 課程的安排 課程的難度 或者有多少AP課 原因在於是這個課程難度 這個課程的差異 一差就差到21分呢 你看你選課選的對 選的都是好課 很多都是AP課 你居然最高拿到21分 如果你都是選這個 是Arna加榮譽班的課 可能有16分 你選很普通的課程 從21的掉到6分 你選的一塌糊塗 很多課程跟不上 都是低階的課 你可能就是0分 所以光是一個SAT 光是一個AP課程 選課的難度 加上GPA 這兩個分數就差了 大概40多分的分數的 范圍 活動范圍 那再加上你的其他的 像課外活動也是一個大項 所以我們常常在升學輔導的時候 為什麼非常重視你的課外活動 重視你的比賽 因為在這裡面的分數相差 又到20多分 從扣分 扣5分 到你增加21分 它中間有26分的差距 相當大的一個差距 所以這三樣差距加起來的話 就已經60幾分了 都快到70分了 那最後再加上一個體育 體育就不是我們華人擅長的項目 但是體育的話 也是從扣幾分的話 一直增加到很大的分數 大概有30多分的分數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差距 所以當學生來看的話 在申請大學的時候 如果說說你該得分的分數 你不得 足以背景你又不能得加分 你甚至被扣分 然後你體育活動也本來就不擅長 你又在這邊得不到分數 最後面你到學業成績 SAT都沒有考好 選課也沒選對 AP課也沒有拿 那你最後就憑著說 那我就寫一個很棒的推薦信 可以加分 最多的可能就是5分 它加的還是有限 所以在審科升學規劃裡面來講的話 Personal Statement很重要 因為它是你的Resume 它是你的自傳 它是你的名片 但是更重要的是內涵 到時候你選了什麼課 參加了SAT的考試 參加了這些competition比賽 參加這大型的活動 科外活動的例子 為什麼要加分加很多 如果你是一個大型的活動 跨州的 在全美國的 甚至是國際性的活動 那就得到最高的分 但是你必須是leader 你必須是創會會長 是CEO CFO CEO 是這種擔任一個領導的職位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小型的活動 那這個分數就再加一些 再扣掉一點 就是再少一點分數 如果你這課外活動 跟沒什麼人參加 很小很local 就是學校裡面 那這得的分數就很少 那你知道我不參加行不行 行啊 不參加還扣分 不但得不到分數 還幫你扣五分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美國大學在考慮的 不單只是你念書 它也包括你的人格特質 你的個性 你的領導力 跟人群相處 在發揮你的這種口才 你的思考力 你的影響力 這些都是大學要的指標 好的主持人 好 非常感謝郭主任的介紹 郭主任 剛才您說到了一些加分項 到底有沒有什麼減分項呢 是學生千萬不要去做的呢 其實減分項來講的話 這樣申請論文的時候 如果說你的論文有被扣分的 可能是因為第一個結構不對 就像文不對題 他問的東西跟你回答東西是 兩個根本就沒有交集 沒有焦點 第二個就是你的結構 結構不對的時候 你的語法 你的裡面的拼字語法錯字 很多地方的話 你連最簡單的修持語法都用的錯 那你這位被減分被扣分 第三個最嚴重的就是說 你這裡面可能感覺是 CHAT GPT 寫出來的 或者是Plegiarize 是抄襲的 或者別人幫你代工的 就拿別人的文章來改 就是工廠出來的文書嘛 就是這個很多小型的機構 他幫你收下來 他全部進去 就一個老師寫了一個文書 對每個學生都用同一套模式 略加一些修改 那這些在大學的眼裡 看到你這文書 因為跟大家都差不多 很多都是類似 感覺有抄襲 這些不但是扣分 常常都造成你根本不被錄取 因為CHATING 作弊在美國在申請大學的時候是 是很嚴重的一種情形 那如果你要把這事情辦得更嚴重 假設你因為進大學的時候 你考試作弊 文書作弊 資料造假 結果你拿了一個政府提供的 Financial Aid 可以就是講學金或者助學金 那你就犯上的罪就是欺騙政府的罪 那這個是很嚴重的 這不單是大學可能會幫你退學 你可能還吃上官司 這就是看美國大學跟美國政府 怎麼去辦這個學生 如果他是對這個學生 這種欺騙的行為 他非常不能容忍的話 他會讓你是第一個退學 第二個吃上這個形式責任 因為你欺騙政府拿了政府的錢 如果哈佛大學來講的話 這不是指標性最強的一個學校 他如果學生在學校作弊 或者在申請大學的時候作弊 你抓到的話 最嚴重的情況是退學 加上抹去你在哈佛大學 不管你讀了一年兩年三年 把你所有的歷史 所有的 record 記錄 全部都 erase 全部抹掉 就是你不要想說我在大學像 Bill Gates 他說我只大學讀了一半 我沒讀年 沒有念完 或者Mark Zuckerberg 這臉書的老闆 他們都可以講說他讀過哈佛大學 曾經是哈佛的學生 只是沒有念完 這記錄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是作弊的學生 你被抓到的時候 你所有的東西會全部被抹掉 你連說你曾經讀過哈佛這個記錄都沒有 那其他的法律責任是另外再去談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美國大學多麼重視這integrity 也就叫誠信誠實 道德品德 這就常常很多在申請學校的時候 很多學生家長會找一個 就有保證保路的這種 其實我在看這個資料上面 就很多的網路上的搜查的資料 他說花到一百萬 五十萬一百萬八十萬就有保路 下面的留言來講的話 他們就直接在批評了 這個肯定是個騙子 他說你們這公社總部一定在緬北 就是緬辯的北部 那都是在騙的地方 他說怎麼可能他不問你學生的條件 直接跟你講你只要花到足夠的錢 一百萬兩百萬人民幣 那我就直接保路哪個大學 那像這種資料進到美國大學系統裡面 他們就開始會根據這些學生 經過這種修飾包裝 就是你是cheating的方式 你成績作假 你的課外活動作假 比賽作假 得獎 得獎狀或得這個獎棋 得獎杯都作假 那大學有時候是這樣子 他今天對一件事情懷疑 他會聯合這個像FBI 美國聯邦調查局 他們會撒網下去 去抓這些是在海外的犯罪 集團或在美國這邊的不法的仲介 他會撒網下去 他不會看到一個case 他馬上收網馬上抓 他會讓很多人就進來這裡面 他覺得差不多了 證據都收集足了 那全部一次就一網打進 那這時候的影響 就等於是這個學生呢 曾經是找到不對的中介機構 讓你用作弊 用保錄的方式 明明不努力 全部成績比賽都是作假的 你進到大學以為這風平浪靜 這個都已經讀了幾年了 應該再不然就快要畢業了 結果後面的這個事情 東窗事發 爆出來了以後 那連前面這些學生 全部都受到影響 甚至說大學可以講說 得發出去的這個畢業證書 撤銷你的這個資格 就像我們台灣的這個領導人 這個學校 其實撤銷他的這個博士論文 一樣 等於是這個情況是很丟臉的 因為你畢竟是作弊 在這個西方社會裡面 他認為是說你這個誠信有問題 你是作弊 就把你博士資格都撤銷了 你想想看你是一個 這個國家最高的領導人 你的博士都可以被撤銷 那一般的深斗小民 他撤掉你的學位又算什麼 那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今天要提醒家長 申請大學它絕對是一個技術 它絕對是有高度的技術 高度的道德 高度的觀念在裡面的 絕對不是你講的 說說外面的話 聽說有家有保證錄取了 你們有沒有這個告訴你 凡是跟你講說有的話 而不去細就你的條件的話 那99%大概都是在坑你 拐你騙你的 所以申請大學不是用買的 技術大學申請的不是那個成績 那張紙上面的幾個文字 那幾個文書處理過的這個GPA 點數排名得獎 他們要的是真正你的孩子 是一個human being 是一個人 是一個完整的人 這人有個人的成就 有自己的努力 有自己的感情情緒 有自己的價值觀 有自己的三觀 大學收的是人 不是收一張紙 所以這一點家長真的要認真考慮 要注意到 所以我們希望在ACI南加州學院 我們過去36年來幫了非常多的學生 進好大學 每一個學生都踏踏實實的 每一個學生進哈佛 MIT Stanford 耶路 哥倫比亞大學 沒有一個是用保證保路的方式進去的 全部都是靠自己的實力 靠我們真正的努力幫這學進去 所以這些學生進去念書也都沒有問題 能夠順利把大學念完 甚至指控他的碩士博士 所以在這邊提醒家長 升學沒有捷徑 還是真的要靠自己努力的 好主持人 好 非常感謝郭主任的介紹 最後一個問題想請問您 如果說孩子現在想要進行大學申請的規劃的話 一般來講是幾年級開始比較好呢 對 我們建議這個學生呢 對你大學有初步的概念理解 應該是在七八年級啊 就是初中的這後面兩年 你開始對你要去讀的大學 去讀的這個學校科系職業 要有叫第一次第一輪的這個理解 然後這個理解是因為你這個時候八年級的課程 你選什麼課會影響到你進了高中九年級你的排課的內容 所以為什麼八年級重要 重要是因為它跟九年級是有互動的 而九年級的成績大學已經開始拿著放大鏡在看你的成績了 他已經在看私立大學對九年級成績很重視 看你選了哪些課 那UC的加大化九年級成績不看 但是我看你選課內容但成績不列入計算 他們只計算十跟十一年級兩年的GPA 兩年的成績 但是九年級的課程會影響到你十年級 十年級影響到十一年級 所以我認為一個學生在於申請大學 你開始要家長要認真的去討論關注 應該是八年級是一個最正確的時間 那家長急一點的話 希望建好學校七年級就開始 所以在我們學校里有很多的學生是在一近八年級 他們就開始在做升學規劃了 他們就覺得八年級這一年也重要 那九年級是一個正常的時間點 這個節點是因為九十十一 這三年這個GPA修課的內容成績大學 全部都要看 所謂成績廣義的來講 不單只是學校考試交作業報告的成績 也包含你在學校或校外的課外活動 你的領導力參與的學術的研究 參加的比賽 從商業競賽一直到這個電腦編程 一直到這個寫作 到科學到STEM 或者領導力的花費口才的這個訓練 其實每一樣大學都在看 而當你的孩子經過這些努力的 真正他的得到的這個benefit 他的這個回報是什麼 他因為很努力的這個辛苦的 準備這些大學的過程 他進到一個好的大學 前二十名前三十名學校 他會發覺原在這學校念書 他可以應付 他可以survive 他可以留下來活下來 而不是像那些靠的一些外面的一些 仲介機構就是忽悠你的那進去 就算你勉強進去了 發覺你天天在這個找人 在做這個私教家教 一對一的家教 因為功課不會做 就是每次做作業都叫別人找學長 找這個研究生來幫你寫報告寫作業 結果這個念書下來的話 你的學費成本要增加50%到70% 一個7萬塊錢一年的費用 你可能花到10萬塊錢才能把這個書 勉強的過完一年 因為所有的花在都是學術上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提醒家長 就是說學生的學術實力非常重要 最好的時間點 申請大學從九年級這一年 一定要開始動手 就是說你要把你的目標確立 要跟ACI的學校 可以約一個免費30分鐘的這個面談 就讓你的孩子更清楚知道要什麼 我們會給他一些很中肯的一些建議 好的主持人 好今天非常感謝ACI南加州學院的創始人 郭主任Andrew郭和大家詳細的分析 趙松關心中的錄取公示 好今天再次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谢谢大家